如果你有看石偉雄體操的那個 之前他有個比賽是一定要贏的 如果他不贏 他會跌出精英項目 他練的場地都沒有 所以他之後就要租場去練習 所以他不可以輸 他一個人足夠整個項目 要不然我們就隔壁租場去練 會有這種壓力 你世界運動會拿不到牌嗎 拍的廣告多 那為什麼他沒有東西去混 他混的東西你都會炸贏 我覺得運動員已經發光的機會少 我還要給你打 現在有個比賽 Riger 你有沒有錢去 你有沒有錢去 你有沒有 然後就我去了 今天請了香港畫板界的 阿俊仔 上來跟我們聊聊 關於香港運動員的一些事項 因為早前奧運完結了 所以現在傳聞就比較上 又再次熱情關注 這個運動員 對 但是為什麼這麼突發 想找你來講一下這件事 就是早幾天 我們現在都看thread 看得很頻繁 看到有一宗很刺激的話題 就是關於有一位 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就是運動員 有位師兄 他就講他關於出賽 要支付的費用 以及他所得到的收入 關於他出賽 國際比賽都要自知 自費 所以就被罵到熱哄哄 很多一般的普羅大眾都覺得 嘩 是不是好像很可憐 又好像很大壓力 但是其實實情 或者各樣東西 大家是了解有多少 多清楚 所以今天想特別找一個 在那個業界 或者在那個運動界別 其實你都浸淫過 你都大概知道他裡面是怎樣的 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啊 盡量的力 因為我跟他的等級差太遠 這樣子的 OK 但是你本身是認識他的 我認識他他 他不認識我 不熟不熟 有見過面 但是你看他這份 我先講講 其實這份 又不講名字 劍擊運動員 劍擊運動員 關於他們的年收入 以及支出比賽 其實他就是 我上網看過 他是成年組 他參考了 他參考成年組 就計算給大家看 因為之前新聞說 他都沒什麼錢 其實這些都是零用錢 好像很多零用錢 想計算給大家看 其實零用錢就不是清晰一點 總之成年組的全職標準 就是7130 跟他自己講的那個數字 當然都是一樣 他說每個月可以得到7130元 他又計算是 大約一年就可以得到85560元 其實你這樣聽下去 好像跟一般的打工仔 平均一萬元收入都好像欠他甚遠 聽下去就有些什麼 但是以我所知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譬如你自己 你跟他的差別在哪裡 我跟他的差別是 他是A 他是最頂級的運動員 他的人工就很高 有四萬多元 但他本身已經是四萬多元 他不是七千多元 他不是 他寫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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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是他的朋友 他只是陳述這件事 他不是說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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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丙組 我是成年隊的上一級 上一級 我現在才知道我有成年隊 原來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 我已經在丙組 我突然間 突然間有一次 因為很有趣 回到一點點 為何我會進去精英丙組 這個要先說一下 回到以前 可能20多歲的時候 因為滑板沒有被人重視 我們這些旁邊很冷門的項目 其實有個會員會跟一個人 有抗收藤 就說 你可以踩得好 晉仔踩得好 我們就開始試試去比賽 我以前只是打人 總之我選擇好的人 你去了 拿了獎 就繼續你去 但是這些 所謂的政府比賽 是不定期的 可能是一年一次 有可能是兩年一次 三年一次 總之有 我就叫你去 所以我們那些 其實不是說多話 我去比賽那一刻 特別在香港 我叫港隊 因為我居然穿著那件衣服 但其實我們本身 就不算是港隊 類似你當是集訓隊 我覺得最早期集訓隊 也不算是一個特別隊 總之我有這個位置 你在這裡 我有比賽 我就叫你先 但我簡直有印象起 我認識你那時候 都好幾年前 我覺得那時候 都好像沒有什麼 政府搞滑板比賽 其實那時候比較少 那時候比較少 但都是斷斷續續有去比賽 我們都有斷斷續續 代表香港比賽 以前我們去的那些 叫亞塞運 就是被偏門運動的亞運 通常叫亞塞運 可能是打機 沙灘籃球 泰拳 沙灘籃球 我第一次聽到 沒有聽過 就是泰拳 那些全部都在那裡 但那些都不算分 因為其實他沒有這個體制 真的去到奧運 達成了 我們就參加了全國賽 其實以前也有參加 但以前因為不是奧運項目 所以沒什麼所謂 你贏了就贏了 沒什麼特別 就是有一次我贏了第三 就收到電話 你現在目標達成了 那你就可以成為精英運動員 然後我就說 那是怎樣 是不是可以用體院 可以體驗到 運動員 然後我就進去成為精英運動員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又說成為精英運動員 他要計算數 有時候你要報行蹤表 你看看去哪裡 最早期如果要驗料 就要檢查你驗料 你要寫在哪裡 他找不到你 他就算你沒有出現 有很多這些東西 他有很多壓力 他的行蹤表是說 你在什麼時候會給什麼賽 或者參加了什麼活動 然後訓練 可能你設定了一個程式 我要跟你出現 你沒有來的 俊仔 即是跟他的行程 我那時候 因為我沒有教練 我自己寫的 你要告訴他你在哪裡 即是你去美股踩個板 你也要告訴他 因為這些運動員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有中數限 他不是你的工作 你喜歡什麼時候訓練 就是什麼時候訓練 他可能會 我未必是一個實數 但可能是一個月 你當成是200個小時 那你教練要幫你簽名 那你沒有來 難道我幫你簽名 他們要計算 不夠時間購人工 可能這樣就出了 對 有這些東西 但那時候我經常飛 因為我 Wance送我出去很多 因為我一直去贊助 去那些比賽 又去比賽 總之大部分 我可以踩到這樣見識 都是因為他們的贊助 那些比賽算不算 那些是不算的 因為商業比賽那些 全部不關會 因為你跟ROLA會有關係的比賽 才能夠計算到這裡 哇 即是等於你劍擊 俊仔搞劍擊比賽 你贏了 你可能也請出世界最厲害 但你又贏了人 不算 因為你都跟他沒有關聯 所以就不算 都是那幫人 我想都是你對奧運那幫人 但是因為沒有關聯 不會計分的 所以你就是贏了 一個俊仔的世界錦標賽 但是不算 所以就沒有分 這些東西 這一刻很頹皮 所以我們滑眼難在哪裡 就是我們這件事 如果叫做體制化 我們是剛剛才開始 所以不算很多 最初我們每一年 都是看著全國賽 因為我突然得了 然後我就告訴你 下年繼續加油點 你也要加油 前生命可以進到這裡 試到一下 就是這樣 告訴大家 我們在開始 一對一 一對二 健身教練服務 找我們幫你有興趣 DM或者WhatsApp 我們查詢詳情 預約試堂 就這樣 看片繼續 我想問 這個3880 是你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跟你談 你在這個位置 你是兼職的 所以我就在這個 因為 因為精英甲 精英語 精英餅 全部資料都在網上找到 你什麼比賽 就可以拿到什麼 因為我是全國賽 所以最低門檻 就是全國賽 就拿到精英餅 因為那時候我經常飛 所以我就兼職 因為我很多東西 是商業出去 其實有時候 其實我也是在踩板 其實我也是練習 但他可能 這個是我想的 他不敢補我 是當是海外訓練 因為他計算了 所以我就沒有全職 但是有一個很好的 我覺得 成為了精英運動員 因為我們 其實分別 滑板和另外的師兄 那些運動 有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我們的項目 不是精英項目 精英項目是怎樣 即是 要連續搞了三次奧運 是 三次奧運 然後 這個是第一個門檻 然後到了第二個門檻 就是同一年 有兩個大人 和兩個小朋友 贏了某些比賽 拿到分 才成為精英項目 那個分別就大很多 即是 不同的 我們就說 滑板我們未有這麼多 未去到這樣的門檻 未去到奧運 因為要過了 洛杉基奧運才有三界 所以我們就 資源少些 但是你加入了精英運動員 有一個東西我很喜歡 就是他每一年有 十三萬多給我的 就是海外訓練 這十三萬多是什麼 要找回規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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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想要什麼 會幫我買 十步實銷 有這些 然後你可以選擇 我想去哪裏特訓 我就可以選擇去哪裏特訓 我去美國 但有限日數 你就可以去利用分明 即是那十三萬入面 總之你在這一年 全都營業 就沒有了 你不用也沒有了 但這個就不跟你的工資掛勾 這個是其中一個 真的很好 OK 有這個津貼的 有這個津貼的 我想知道 如果他 只是他人工差 對 如果他人工那裏 又說要自費出載 其實他自費的 那些是否也有得 學你所說 其實是可以做到 可能 我就每個項目 我不知道是否有分別 或者會不會是精英項目 和不是精英項目 都會有分別 這件事我真的不清楚 因為我們沒有去到那件事 但是 以我所知 很多現在出名的運動員 由他第一天開始 都是自費去比賽 很多時候都是 譬如 可能會有一點點感覺 就是 現在有個比賽 你有沒有錢去 這個比賽 去這裡一匹 你有沒有錢去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我有 然後就我去了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的 一開始 類似 你要自知他的 越有錢越有得玩 你要自知他的 因為我們是行精英運動員 首先 大家怎麼看 他行這個 他沒有錯 他這樣說 我就聽到好像金融精英 他能夠投資到你 你可以 你贏過 我投資到你 你便沒有錯 如果我沒有拿過 他可能投資失敗 那就花了點錢 這件事他沒有錯 但是現在就是 你要先雞蛋還是雞蛋 你現在沒有栽培 現在我栽培 我自己 我就拿回我應該有的東西 其實Carnoff 有一點點是這樣的 就是你的會員 我覺得不只是滑板 或者他們這個 我覺得整個運動圈都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走這個模式 其實你變相發掘 真的少了人 這件事 我覺得是差一點的 我想先說一說 看報道 給觀眾知道 香港現在有多少運動 真是有精英這麼高資助 如果以他所報道說 其實他說如果A級運動項目 就是精英的甲和甲加 那就要是過往四屆 或者未來兩屆 最少有三次學理球 才是成為奧運或者亞運項目 才有機會列入 而現在有的項目是什麼呢 A級就是 得羽毛球 單車 劍擊 游泳 冰箱波 滑浪風帆 而A級就是 武術 三行鐵人 保齡球 網球 壁球 滑兵 帆船 七攬 賽艇 體操 空手道 馬術 卓球 田徑 但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運動 那些熱滿項目 對 熱滿項目 但如你所說 你們的滑板其實是去到柄 去到C 要先分開 這個項目都有分A和B 每個項目都有分A和B 但運動員就有分A到C 因為像我這樣 我叫個人精英就是我自己的精英 但我的項目不是精英 所以他說A加是精英項目 但如果你的項目不是精英 你有沒有機會去到精英A級運動員的資助 有機會 都可以的 如果你贏到那些厲害的比賽就是了 就可以了 即是你贏到亞運 我假設剛剛亞運如果金牌我 那我應該升上B和A等 那這些只不過是在於他那個級別 他們裡面的人用 我用選擇一些為例 就是這一堆所謂的A級精英項目 他們大部分 我當是羽毛球 單車也好 劍擊 空手道 可能那些 他們有個場館在體院裡面可以練習 還有這些精英項目的分別就是 我一開始去體院 我做職務是沒有人教我的 沒有人理由 因為我超級低級 所以沒有安排過教練給我的 那時候我很好就是滑浪 因為我的朋友是玩空手道的 是他的教練抽他的時間來教我的 他喜歡滑板 他就說我想教你 然後他抽了一點時間去教我 所以這些精英項目 對某些項目來說是很重要的 譬如 如果你有看石偉雄體操那個 他之前有個比賽是一定要贏的 如果他不贏 他會跌出精英項目 他連場地也沒有了 他練的場地也沒有了 所以他之後就要租場去練習 所以他不可以輸 他一個人足夠整個項目 那群人全部都有一個地方練 否則我們就要租場去練 會有這種壓力 即是整個精英項目 整個項目的體院就會資助 你有場地和那些東西給你 叫做可以多很多東西 但如果是你個人主義 就算你自己單拖 是精英A級運動員也好 你的項目不是 你最多是自己有多些東西 但那項目是其他人沒有的 我那些人是沒有的 有些人會覺得 俊仔你拖了那麼久 那些東西都去到你 那些東西都去到你 最多你說什麼都行 那個精英運動員 是我贏回來 我幫不了你 我只能夠成為一個開封流 讓你看到 有機會拿到 我只能夠 你都想 我過來就告訴你 全國賽加油 我們看著你 那你就可以一起進來 變成精英運動員 這樣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說 其實在香港做運動員 過五關斬六張很難 我覺得是為了興趣 那個感覺 就是你不可以當份工 那樣 但你如果不可以當份工 那樣想的話 好像你這樣說 那個培養就很難去到可以跟 就是大家做得運動員 都很想跟國際有一個 對接到的級數去組織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個 那麼好的支援的時候 又要過五關斬六張 究竟你最後剩下多少個 那麼有級數的人都來打費 你可能夠抽的 你的荷包也不夠抽 你的技術有的 你的荷包也不夠抽 你的荷包也不夠抽 你的荷包已經不足以令你的技術 是持續下去的 可能有一點自備 你健身很厲害 你賺到很多錢嗎 沒有就是這樣 這隻鞋或這隻鞋 進步不了 不好意思 我盡力了 玩不了 現在你的制度 其實有沒有什麼 你很想提議 或者覺得 怎樣才可以培訓方面做得足 是的 太陽流強 沒錯 你是很強 你就可以得到更加多的資助 但是是不是可以變成 一個香港是一個運動員的搖籃呢 可不可以真的有更加多的人出到來呢 這個就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肯定是 我們都會經常說 可不可以不只是行精英運動員 會不會像滑板一樣 會不會有更多的資助 撥出來 可不可以業界的人士去幫 選一些人 或者最容易理解就是 我們搞個比賽 這些人原來都 有獎金的 有挺好的 踏得挺好的 有些人未必一開始有贊助 可不可以先由最差的贊助的裝備 慢慢去栽培他們 可能是一些實質上的幫助 因為你要捱到精英運動員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像你踩板一樣 去到那裡 你要浪費很多塊滑板 你要浪費很多雙鞋 我們有時候練習樓梯的板 是踩一小時而已 一下就斷了 那裡有幾百 那些都是錢 我覺得到最後 未必是一定要給人工 但會不會有多一些 這樣的資助去抽出來 可能是被人申請 或者是給業界去幫助 由最底層開始 因為你去到精英運動員 其實已經很高級了 因為在我的角度 你未是精英運動員 你不是港隊 我覺得去到精英運動員 才是港隊 真的才是港隊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那裡練習 所以我覺得 是要分一些資助去由底 開始慢慢栽培一些人 去幫助一些人 因為每個人都未必能捱到上去 就像踩板一樣 一個月我當你消耗一雙鞋 一塊板 都不要說了 那裡都要一千多元 是不是 如果選到人 只能在那裡幫助你 你都可以 省一些錢 因為我小時候 有間地位的滑板店 叫八五二 現在賣公告 他贊助了我很多年 這些裝備 他沒有實質付錢 很久 你已經沒有十年了 有十年了 但是那些都是他的錢 他入貨的錢 其實那時候我年輕人都幫他宣傳不到 但他真的無條件支持我 但我練習的時候 我就可以無後顧之憂 因為我不用怕板斷 我不用怕板爛 我不用怕我斷了 我又沒辦法 那我就不練這個軸 我覺得這件事 已經可以 這麼少由他們開始做起 對 起碼這件事好 終於要留意運動員 因為我覺得 罵人很容易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我的運動員 錢少都不是一個問題 還要上網給你 嘔 這下講錯誤 我覺得普遍坊間 我覺得運動員 應該是很舒服 大家因為喜歡玩社交媒體 有一個感覺 就像我這樣 我沒有鋪踩板 盡情一定沒有踩板 沒有練習 肯定在溝女 肯定在曬太陽 肯定很開心 你看他又游載我 我做了十個工作 又派對 大家會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一個好處就是 你會不會鋪你上班 很多檔案在上面的照片 你會不會 你都不會 大哥 你跟他鋪你下午茶 很漂亮的東西 喝酒的照片 跟你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人們就覺得 好像你拿著很豐厚的工資 而你又不用工作 不是 好像張家朗一樣 普遍都是這樣 世界運動員拿不到牌 拍得廣告多 對 他沒有工作 他在工作你都很炸贏 我覺得運動員 你已經發光的機會少了 你不能抓到那個機會 機會又沒有了 我準備了不開心 還要給你 我心想你是誰 我覺得最不強 我覺得這個好處就是 讓別人看到 都可以 那些人真的可以 但不是你們想 那麼美好 那些人是操得很辛苦 有些運動我未必喜歡 但我不會抹殺那些人的努力 因為那些人都是在那個項目的頂樓 他要去到那裡 他一定會被人付出 付出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我一定明白 但坊間不明白 坊間就是糟糕 一贏不到就糟糕 誰有比賽想輸 有時候見到一些出名的運動員 什麼樣子 心裡都很草草 看到他們都很慘 上網呼籲我都說 有時候運動員已經沒什麼機會了 我記得你有說過 其實我一直覺得滑板很慘 很老實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資助少 很少機會 最後我進去精運動員 原來我們很幸福 是可以的 我們很幸福 很多事情都跟傳統運動員不一樣 可以走不同的路線 然後認識一些運動員 這些人 有10個人 只有1,000多人 只有2,000多人 但他又是最厲害的 可能他的項目 沒有那麼受歡迎 你想想他怎樣有其他工作 他只是咬過7,000元 我覺得因為太多那些 見本志祺仔 我支持運動 我支持運動 平時你也不會看那些東西 你也不可以Like 如果你真的支持 其實按個按鈕 其實你幫到他很多 很老實 大家都明白 你沒有什麼追蹤 你沒有工作 很老實 你又沒有優勢能力 對吧 大家最少的支持就是給個Like 如果你覺得你出不了錢 你出不了什麼力 那就按個Like 今天就非常感謝阿俊仔上來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東西 關於香港運動員 香港的滑板發展 各樣東西 大家記得Follow俊仔 是不是只有俊仔 C-H-U-N-C-H-A-I 馬上Follow 不要只Follow我 看見運動員也Follow你們 沒錯 因為我已經是幸福那群 分享多些愛 分享多些幸福給其他人 你太有型了 所以人們Follow你多些 好 謝謝 我們今天就這樣 Peace 再見 拜拜